由于过年很多老师都请假回家了 我们学校就剩下这几个老师了 现在是一个老师 一节课要带一到五年级的所有学生 为了方便管理 每个学生一天只上一个老师的课 那要是只上体育课 不是可以玩一天吗 那要是一天都上数学课 那不是头都要爆炸了 校长 那我们上什么课呀 快到春节了 我来考考每个人都要知道的 春节习俗小知识 答对的就抽对的箱子 答错的就抽错的箱子 抽到哪个老师就上哪个老师的课 可以 我经常听我奶奶给我唠叨 春节的嫉俗 应该难不倒我吧 看什么了哈 大家抢答 谁先举手就谁先回答 春节长辈给红包的时候 要怎么做 这位同学 第一个举手的 应该说 谢谢 我不要 然后照单全收 你个口是心扉的小家伙 回答错误 说红包的时候 一定要双手接过红包 然后鞠躬致谢 同时给长辈送上新年的祝福 知道了吗 哦 知道了 是道德与法治 你要上一篇的道德与法治课 站在道法老师后面吧 我喜欢道法课 请问春联一般是哪篇贴 这位同学说 一般是大年三十的早上 我家每年都是这样贴的 基本正确 一般是腊月二十九的下午 和大年三十的上午贴 寓意比较好 是熊主任的一月课 上一天一月课 知会书上知会果 知会书下你和我 唱一天的歌 是多么的快乐 春节 我们都要干什么 说出五个 这位同学说 春节要贴春联 放鞭炮 拜年 吃年夜饭 最重要的是 收红包 嗯 对了 是王者老师的体育课 恭喜 可以上一天的体育课 东风吹呀 战鼓雷 体育课上 谁怕谁 上课一天 也不累呀 也不累 耶 请问春节最少要放 几次鞭炮 寓意才好 这位同学来回答 我觉得是无数次 王者的声音 从早上想到晚上 根本数不清 回答错误 正确的是 最少要放五次鞭炮 寓意才好 一个是 大年三十晚上 五点前一次 大年三十晚上 十二点一次 大年初一早上一次 初二早上一次 初五早上一次 中月十五 元宵节一次 是小爱老师的数学课 我要上一天的数学课 我也太刻苦了吧 你们的家乡 有什么特别的春节习俗 说出三个 这位同学 过年的时候 摘摘了盘子 要说 岁岁平安 大年三十晚上 要把全部的灯都打开 大年初一 要穿新衣服 嗯 可以 是体育课 你们家 每年过年 必须要吃的食物 是什么 这位同学 我家必须要吃 饺子 红烧猪肉 红烧鸡肉 红烧牛肉 红烧鱼 红烧大家 红烧螃蟹 红烧 好了好了 停 你家就只会红烧呀 咋啥都红烧 算你对了 又是体育课 过年前几天 要干什么 说出三个 过年之前 要拜年货 打草卫生 贴春联 嗯 对了 我抽的也是体育课 今天的体育课 好多呀 是啊 你们怎么 都抽的是体育课呀 真的是 新年心想事成呀 下面一个问题 符字 要就着贴 还是 倒着贴 咋变 你们两个都不知道吗 嗯 要倒着贴 因为我服到了 不对 家里的米缸 水缸 垃圾桶 要倒着贴福字 其他的 要正着贴福字 啊 这么复杂呀 这谁知道呀 也是数学课 哎 怕什么来什么 一点都没有 很心想事成 除夕夜 要做的几件事 说出三个 我是外国人 我不知道呀 是盈余课 还不错 可以找盈余老师玩了 我的学生 都和别人走了 难道你们都不用上了吗 小伙伴们 休息夜 要做哪些事 你们知道吗